老师那可以说一下双子女今年有没有桃花吗 今年 今年外国人孕很桃花 但不能出国 你也有魔王啊 梅花系列 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集了 那就是双子女 我记得我以前曾经说 双子女怎么可能没桃花呢 瞬间就想到我的经纪人彬彬 有的有的 这世界上是有没有桃花的双子女 说真的啦双子女杀到人 这也是常有的事 而且越不成熟的双子杀到人越快 也许是你很有趣 或你长得很好看 或者是你们在一起 那一次的相处很有火花 他觉得有趣的不得了 就杀到了 但是这么容易的杀到 也很容易就察觉到频率不对哦 或怎么不太好玩了 他就会像风一样的跑掉 或开始疏远 反正要找到更好的从来不是问题 这种定不下来的行为 就会让人觉得他们有一种花心的既定印象 或者是抓不住的感觉 但其实他们认真进入一段关系的话 是可以很专一的哦 能够让双子女持续的喜欢你 代表你真的不简单 不论是朋友或是恋人 都请留给双子女一点空间 因为如果双子女愿意 她黏你或者是你黏她通通都OK 但如果她想自己玩 你最好就不要轻易地去烦她 你会黏她就代表你不够有自信 这种东西她马上就感觉到了 就会犯了她的大忌 你怎么可以没有自信呢 你没有自信 那就是她要来去救你咯 或你就会开始一直管她咯 这对她来说都是 双子的形象一向跟聪明伶俐脱不了沟 反应快嘛 可是有时候太聪明 就会亲手把好姻缘给送走 只要你对她的好感稍微露出一点 哪怕只多说一句话 多做一个手势 都逃不出双子的法眼 她就会判断一下 两人交手的情势到底会如何 最短的时间之内就会做出反应 但如果她不喜欢你 就不会像射手女那样愿意装糊涂 她一定会跟你说清楚 她不会让你有自作多情的机会 所以如果没有太多把握的话呢 就不要随便让她们察觉到哦 不然她就会亲手把你点破 双子女通常很爱东想西想 而且带有主观意识 所以当她们开始思考 跟你发展的可能性 这就糟了 不思考的双子比较可爱 一旦思考这里也有问题 那边也可能不行 或那里也可能碰壁 毕竟她是一个聪明的女生 想很多的时候就糟了 一旦双子女脑中的这个机器 一打开一运作 事情就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她知道自己有点喜欢你 但又还没有陷入狂热的爱情当中 这个爱情就会被终止 简单讲她还能想这些事 代表还没有杀到你 所以如果遇到Mr.Right 那她就是私奔第一名 你还不思 看不出来吧 其实双子是个工作狂来着 一旦她陷入最近比较在乎工作 想在工作上好好发挥的情境时 她也会担心谈不好这个恋爱 所以咯 如果你跟她的工作比起来 你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你也没有给她那么大的成就感 那就恕她 只好忍痛牺牲掉给你的发展可能性 简单讲就是 不会有吸引力 双子女如果一旦很喜欢 真的是不顾一切的 我们来破除一下双子座给人的迷思吧 双子女的外在通常是非常光鲜亮丽的 因为她们非常的好强 她们不喜欢把自己很衰弱的那一面 呈现给你看 所以你很难想象她背后的沮丧 甚至她也会贬低自己哦 不是不会哦 当你在社交场合 被双子女光芒万丈的气势 气场给振折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她们是一群会私底下寻求慰藉的人 她们总是用轻松的玩笑话 说着某人又出事了等等 其实是自己的过往的事 她也觉得自己很糟 出了很多事她在跟你讨拍 你要听得出来哦 所以要了解双子女 请用你的敏锐找出她的脆弱之处 第一请你比她更优秀 不是说要比她会赚钱 而是你更优秀你就会有自信 她是属于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你很有自信就代表你能够带她往光明的地方去 她喜欢这样的伴侣 除此之外 你的内在互动也会跟她比较有化学反应 你才能了解狂妄面的她 她很喜欢那种正能量的互动 让她觉得跟你在一起 整个level也跟着提升 或者作为一个可敬的对手 不可预测心理是很重要的 不要让她摸你摸透透 事实地若即若离 事实地让她对你有点好奇 事实地有点难搞 都是必要的 我要奉劝双子女啦 请让爱和感觉先走 不要一直动脑筋 脑筋不要想那么多 不要跑那么快 桃花会追不上你 这样你就没桃花了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 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分享很多 新作的小尝试 或占心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